这位放荡不羁抽烟喝酒 穿西装不带领结的男人 就是斯诺克干法与加塞的开山敌 上古陆地针先有着甩军名号 巨峰阿里克斯西金斯 60年代16岁就分出马尊丹 逮革斯诺克运动的男人 真正意义上的旷式器材 没有他的出现 现在尼亚根看不到干法与加塞 不仅是旋风吉里怀特的老师 更是奥沙利文心中的男神 影响火箭一辈子的男人 8岁的火箭看到巨峰多怪 还立志爱上了斯诺克 开创花式台球暴力美学的先驱 大开大和不守旅规的变态竞争 全程不走位粗暴的甩巨荡箭矢 把斯诺克观赏性直接拉满 从此才风靡全球 让斯诺克达摩老祖创葬斯诺克 乔戴维斯直言这才是斯诺克的精绪 如果没有观赏性 斯诺克在60年代就灭绝了 截止目前位置全球粉丝最多 第二多的就是二哥旋风吉里迈特 第三就是火箭奥沙利文 三位也被伊丽莎白赐予最高龙 人民的冠军 斯诺克的代言人 也被老球迷们称为台台三军 下面就是巨峰七金丝生涯 继绣六大变态之情 甘丹堪称绝技 被无数后背模仿 风神第一球 巨峰老爷子的代表不绝选 杯球飞檐走壁采钢丝 让无数后人模仿 新手第一眼会觉得这是运气球 但是巨峰生涯打步无数这样的倾态 退役时还秀走钢丝给球迷们看 只有巨峰是把感法和加塞融会贯动 实力秀走钢丝其余都是运气球 本场是1984年公开赛 巨峰完成的史诗青台 强行把二哥旋风怀特打成背景地 这种粗暴击球 巨峰在21岁1972年世锦赛多本 就已经开始玩了 封神第二球 巨峰起手绣长台神仙翻带 让你感受开山比土的进攻魅力 此时代头比现在小六好 面对这种距离起手就是进攻 不得不说观赏性爆炮 当今翻带王老张的操作 在巨峰面前都是小颗 封神第三竿 50岁的巨峰秀史上最变态的西库 都知道旋风怀特和小特的急杀西库历 我们且看发明西库的比土如何玩转西库 当场让小尼弟约翰维尔哥看了怀疑人生 这位小弟你可不要小瞧他 他可是斯诺克史上最著名的主持人 给斯诺克带来了上百万的电视观众 同时也是上古英锦赛冠军 俩人本场用的台 也比正常斯诺克案子老大 但是丝毫不影响老爷子 风神第四球 巨峰展示神仙准度 海面上准度一排大小高低粗细不一样的杯子 下一秒案子上放上硬币 接着用粗暴的滴杆把每一枚硬币倒进杯子 高低大小不一样非常看选手力道 可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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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好 稳稳完成另类青台 这就是近东流派汉准吗 创始人飓风的准备 封神第五周 飓风在1982年世锦赛半决赛 对决二哥旋风怀特 打出逆天甩鞠带三神前五步 无论逆风还是顺风在飓风的自动里 没有防守只有进攻 任何刁钻角度在他面前都不灵 请看二哥打完后飓风没做考虑 上手瞄准的步边 一波爆发的寸进打透白球 呈现出反物理的急杀效果 趴飞球离谱的五步绕台翻进米弹 这就是成名绝上小鸡蛋赛 封神第六球 飓风展示不走位的变态低竿 原地站岗让白球永远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奥沙利文的懒人操作就是飓风交流 看看这走位完全就是放养 但白球就是离谱的回到飓风身边 最后再绣黑球走钢丝近点 强行把小弟史蒂夫代为斯打成背景强 首先请看老爷子的运干 可以说几乎为零 他也是史上不运干的选手 当代选手都会运干很长 这种好处就是能彻底发力的球打透 但是飓风会用上自创的身体加塞 在出竿的一瞬间用上寸锦 所以每次看飓风甩鞠 会让你感觉到他打失误的假象 其实都是寸锦爆发配合身体加塞 呈现出了变态绝学甩鞠 这样的思诺克你喜欢吗